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主持人上节目 我是主持人上节目 我们现在南岛的观众参计已经开始了 现在我们很高兴可以邀请到民主劳采佛 我们的中准逢党委员来到节目中 跟大家说一些事情 党委员你好 主持人姐妹兄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是 有关这边我们这个南岛的观众参计 没到现在可以说金光三星 很多事情没啥啥 可以说进入了一个 有史以来相当严重的泥巴战 请问一下张委员对这件事情有什么看法 我现在想要回到南岛 很重的那种 南和烈的蓝绿之间的恶斗 我说不可以说我没有吃饭 三十年前我回到我自己的高兴南岛 那时候是国民党一款政治 可以说非常恐怖的时代 我们的社会真需要就是说有一个借行 对抗国民党的力量 我回到南岛 就是要推动这种第2党 第1个反对党的力量 可以说南、南、北、民主运动都非常蓬勃 在时代表人跟他笑说 你南岛你看看 那是民主沙漠 这民主沙漠实在说 我们在认读两脉 不太通的结果 台湾民主政治不能进一步发展 政党转体不能完成 所以我是这样回来 但是今天三十几年以来 一个 可以说冷冻 冷冻政党 冷冻政党是政客的 但是冷冻 所以变成冷冻的恶导 所以台湾变成